毛泽东狄孙,少将毛新宇9月份落选19大代表名单一度被热炒 近日,陆媒披露,毛新宇在现任一重要职务,即中国擅自艺术学会第五届理智会会长 12月7日,中国擅自艺术学会在北京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崔承顺被推选为新一届理智会会长 这表明,毛新宇已现任中国擅自艺术学会第五届理智会会长 中国擅自艺术学会,是经民政部批准注册登记,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直接领导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家一级社会团体组织,毛新宇2010年1月当选为该会会长 毛新宇曾在采访中说,自己喜欢擅自有十多年了,从1994年开始,收藏的文化,艺术品擅自有四千余把 他认为,擅自能体现中国文化,他爷爷有时也用擅自,我把不少擅自都用来写毛泽东的诗词,语录 由于毛新宇多次公开场合,时常把我爷爷挂在嘴边,由网民调侃 这次毛新宇在泄重要职务,宣传我爷爷更难了 毛新宇是毛泽东唯一的嫡孙,毛岸青与绍华之子 毛新宇有着中共政协委员,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少将等光先口衔 2010年,40岁的毛新宇晋升少将军衔,工作是在一所军事学院中做研究员 研究他爷爷的政治理论,即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少将 2012年,毛新宇出席了中共十八大,2008年当选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以来 毛新宇每次出席两会都会是媒体追逐的明星,甚至遭到记者围堵 毛新宇还因时常发表一些高谈阔论,常把我爷爷挂在嘴边,并喜欢在中国各地提词等,引发网络笑谈 毛新宇在接受采访时一段心理话,也曾成为网民的笑料 他说我妈妈想让我去美国读书,因为那里有很多很多人在研究毛泽东思想 我听说在美国,毛主席的地位比乔治华盛顿还高,是这样的吗? 采访者回答,恐怕不是 毛新宇叹气说,不会让我出国的,他们怕我出去了以后思想发生变化,或者就不回来了 此外,毛新宇还因喜欢在各地提词,却因书法捉猎,被网友们视为笑料 外媒称,这实际上是一个脑子不清楚的人,再出他爷爷的洋相,出毛家的洋相,出共产党的洋相 网民一表示,每当网络风平浪静波澜不经时,毛新宇就会出现,调剂网民心情 不过,毛新宇对自己享有的优势也一直很坦白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诚,自己的家庭关系可能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带来了帮助 今年8月,网络上曾流传一段习近平在一次军方宴会上 对站在右前方的毛新宇视若无睹,从他身边走过却不与他碰杯的视频 李克强跟随习的后面,也没有和毛孙碰杯便离开 由于毛新宇拥有毛泽东嫡孙的特殊身份,且是中共最年轻的少将,却被洗礼视若无睹 在周围的人看来,这是不祥之兆 9月6日,中共军报公布军方和武警部队,出席19大代表的名单 毛新宇等多位红二代不在19大代表名单上 港媒爆料说,当时毛新宇在其所属单位,选举19大代表时 不仅被差额淘汰,而且得票率仅为22%,离有效的票50%以上票差存在大距离 开票后,毛新宇就并复发骂道,又在清算我爷爷 值得关注的是,毛新宇是中共十八大党代表 按中共惯例,党代表至少可认两届 此外,由于毛新宇拥有毛泽东嫡孙的特殊身份 同时也是毛泽东唯一的孙辈血脉传承人 他的落选曾一度引起舆论大猜想 时事评论员刘瑞少对苹果日报分析 以往毛新宇有军头辅助,但现实军队已改朝换代 加上毛新宇位列少将,但过往行为笑料百出 影响军队形象,相信今次中央在十九大选前 只是踢走了毛新宇,以营造军委主席习近平务实治军作风 德国之声则引述时事评论人士的分析称 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中共军队和其他官僚机构一样 非常腐败,基本没有什么战斗能力 把毛新宇安在这样一个位置,年年参加会议 即使也是权力腐败的一个象征,照顾关系,照顾红二代 评论称,习近平上台以后,一直着手重振军队 清理毛新与这些以前多年失位素参,不发挥作用的人 有利于整顿军队纪律,改变人浮于世的现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提词频频遭移除之后 北京又有大动作 目前正在实施亮出天际线工程 包括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的提字在内 多个外墙牌匾被拆除 北京一场吞噬19人生命的大火之后 启动全市范围内 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行动 消息称 北京城管等多部门11月27日发布了 关于开展集中清理建筑物天际线专项行动的通告 自当天起 全面清理违规建筑物外墙招牌 此后 北京不少政府大楼、高校、企业的外墙招牌陆续被拆除 12月6日 有北京网友发现 位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墙外招牌被拆除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这八个字是由邓小平所提写 实际上 除清理墙外招牌 北京很早就开始了清理不合格广告招牌 北京晚报称 至11月21日 已拆除的招牌达2008块 实际上 在拆除邓小平的提字之前 当局拆除江泽民的提字早已成为常态 早前 中国各地还曾接二连三传出江泽民提字遭铲除的消息 由此引发对当局去江话的猜测 早在2015年就有报道称 上海空军政治学院教学楼外墙上江泽民的提字 被工程人员清除 北京军队总医院一座大楼上的江泽民提字也被清理 河北省廊坊的东方大学城 正在考虑拆除江泽民的提字等 同年8月下旬 中央党校南门口江泽民提写的 中共中央党校卧室招牌也被两根清除 对此 时政评论员李善健分析说 移走党校门口的这块石头 确实是很明确的一个信号 将确实是失事了 在位的那些人他不想受他牵连 尤其是中央党校 消息是很灵通的 知道这个消息后 赶紧跟你撇清关系 李善健认为 如果江泽民还有足够的势力 即使因为照相撞死了几个人 也没人敢动那块石头 如果真的影响交通 为什么这么多年不移走 他认为 随着事态的发展 将有越来越多的官员 出来撇清和江泽民的关系 近年来 有关江泽民贪腐淫乱 汉奸绅士 出卖国土 镇压六四学生 迫害法轮功 垂帘听政 是党政军大老虎总后台 江家父子贪腐等等罪行 不断被媒体翻炒 民间要求清算江泽民罪行的呼声四起 最近海外盛传 曾长期担任王岐山秘书的 中纪委组织部部长周亮 将出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 有舆认为周某从风头正盛的 纪检系统转战金融口 是王岐山人走查梁的迹象 但也有港媒认为 周的调职其实有利于增强 王岐山在金融领域的影响力 下与王将出任国家副主席的传闻相呼应 最近几天 针对海外流传的有关 现任中纪委组织部部长周亮 将空降中国银监会担任副主席的消息 海外媒体和港媒都在进行分析解读 周亮原本任职广东省发展研究中心 当年王岐山南下广东 出任常务副省长整顿金融秩序时 时任广东发展研究中心的周亮 得到王岐山的器重 成为王的贴身秘书 此后 周亮跟随王岐山任职海南 北京 国务院及中纪委 辅佐王岐山长达20年之久 是外界公认的王岐山的心腹 在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期间 各部委的纪检组长和各省市纪委书记的人士任免权 都被掌收到中纪委 中纪委组织部部长一职 也因此被认为是权力极大的实权位置 现在周亮被传即将调任银监会副主席 外界便出现一种舆论 认为周从炙手可热的中纪委组织部部长职位上 转调到形势错综复杂的金融系统 是失事的体现 是王岐山现任中纪委书记后人走查量的一个证据 对此 东方日报12月2日发表银监会人事调整 王岐山全市部简 一文指出 上述有关周亮调任银监会副主席失事的解读 是一种误判 文章分析称 由于大力反腐整风 王岐山得罪了一大批既得利益集团 很多人是习王为眼中钉 千方百计的要将他们扳倒 于是一些人想出了清军策的宫廷劳戏 对外释放王岐山要与习近平分庭抗礼的风声 企图在习王之间打个蝎子 借习近平之手铲除王岐山 但明眼人都知道 没有王岐山具体运筹布局 习近平的反腐大计根本无法开展 对其立下了汗马功劳 而以王岐山的岁数 也根本就不可能取其而代之 所以认为周亮调职银监会 是王岐山出示先兆的舆论 其实是一种误判误导 文章分析指出 从中共十九大之后中纪委的人士布局 可以看到 王岐山的人马在纪检系统具有强大掌控力 周亮再不在中纪委都不会影响王岐山的影响力 相比之下 周亮进入金融口 反而增强了王岐山对金融系统的影响力 其实反而是王岐山权威不检的一个证据 文章表示 王岐山在明年三月份召开的中共两会上 出任国家副主席继续发挥娱热的可能性极大 很有可能与当年曾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相提并论 成为有一位权势极大的副主席 北京的排华事件还在发酵 深圳 上海等大城市也开始清理人口 北京代事长陈吉宁出访香港 遭遇当地团体抗议 陈在港出席活动时被记者追问 转身直接离开 据香港明报报道 11月28日 第21届北京香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 在香港会长中心开幕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陈吉宁和北京副市长陈红等出席 陈吉宁致辞时表示 北京的发展目标是全国唯一的政治 文化 国际交往 科技创新中心 要疏解非首都功能 迈向高精尖经济结构 让北京成为更便利 更宜居 更安全的城市 开幕离后 有记者追问 陈吉宁 北京为何清理低端人口 陈没有回应 便直接离开 29日 香港团体约40人发起游行 抗议北京清拆廉价住房 令大量基层民众在寒冬中流离失所 游行队伍一度试图进入 北京香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会场 向北京官员示威 但遭警方拦截 情况一度混乱 据自由亚洲电台29日报道 住在京郊十八里电厢的北京市民 李女士表示 北京市当局强调防止急躁情绪之后 初期的那些断水电和杂玻璃等行为没有了 但逼迁仍在继续 现在政府和警方只是贴封条 和要求限期搬家 报道中还说 北京这次整治行动 是以安全隐患大排查为名实施的 市民李先生表示 有的没有安全隐患的平房都遭到清查 一些普通人家的取暖气 电动车电瓶等也被政府人员 以存在安全隐患为名抢走 当局的大清查 还波及外籍人员和白领阶层 外交政策驻北京编辑帕莫发推文说 自己在西城区的住处即将被拆除 他表示 对一个外地人来说 搬家只是造成不变和付出更多租金 但对许多本地人 辛苦建立的家园在一息之间就会消失殆尽 另外 据BBC报道 在北京从事出版业的白领莫先生 化名也是被逼迁的民众之一 莫先生得一名同事 也受到排查行动影响 被要求数日内迁离租住的公寓 有网民调侃 这次毛新宇在泄重要职务 宣传我爷爷更难了 毛新宇是毛泽东唯一的嫡孙 毛岸青与绍华之子 毛新宇有着中共政协委员 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 少将等光先头衔 2010年 40岁的毛新宇晋升少将军衔 工作室在一所军事学院中做研究员 研究他爷爷的政治理论 及毛泽东思想 成为中共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少将 2012年 毛新宇出席了中共十八大 2008年当选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以来 毛新宇每次出席两会都会是媒体追逐的明星 甚至遭到记者围堵 毛新宇还因时常发表一些高谈阔论 常把我爷爷挂在嘴边 并喜欢在中国各地提词等 引发网络笑谈 毛新宇在接受采访时一段心理话 也曾成为网民的笑料 他说我妈妈想让我去美国读书 因为那里有很多很多人在研究毛泽东思想 但过往行为笑料摆出 影响军队形象 相信今次中央在十九大选前只是踢走了毛新宇 以营造军委主席习近平务实治军作风 德国之声则引述时事评论人士的分析称 从江泽民时代开始 中共军队和其他官僚机构一样 非常腐败 基本没有什么战斗能力 把毛新宇安在这样一个位置 年年参加会议 其实也是权力腐败的一个象征 照顾关系 照顾红二代 评论称 习近平上台以后 一直着手重振军队 清理毛新与这些以前多年失位素餐 不发挥作用的人 有利于整顿军队纪律 改变人浮于世的现象 我听说在美国 毛主席的地位比乔治华盛顿还高 是这样的吗 采访者回答 恐怕不是 毛新宇叹气说 不会让我出国的 他们怕我出去了以后思想发生变化 或者就不回来了 此外 毛新宇还因喜欢在各地提词 却因书法捉猎 被网友们视为笑料 外媒称 这实际上是一个脑子不清楚的人 再出他爷爷的阳相 出毛家的阳相 出共产党的阳相 网民一表示 每当网络风平浪静波澜不经时 毛新宇就会出现 调剂网民心情 不过 毛新宇对自己享有的优势 也一直很坦白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诚 自己的家庭关系 可能给自己的职业生涯 带来了帮助 今年8月 网络上曾流传一段习近平 在一次军方宴会上 对站在右前方的毛新宇 视若无睹 从他身边走过 却不与他碰杯的视频 李克强跟随其的后面 也没有和毛孙碰杯便离开 毛泽东嫡孙 少将毛新宇 9月份落选19大代表名单 一度被热炒 近日 陆媒披露 毛新宇在卸任一重要职务 即中国擅自艺术学会 第五届理智会会长 12月7日 中国擅自艺术学会 在北京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 崔承顺被推选为 新一届理智会会长 这表明 毛新宇已卸任 中国擅自艺术学会 第五届理智会会长 中国擅自艺术学会 是经民政部批准注册登记 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直接领导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国家一级社会团体组织 毛新宇 2010年1月当选为该会会长 毛新宇曾在采访中说 自己喜欢擅自有十多年了 从1994年开始 收藏的文化 艺术品擅自有四千余把 他认为 擅自能体现中国文化 他爷爷有时也用擅自 我把不少擅自 都用来写毛泽东的诗词 语录 由于毛新宇多次公开场合 时常把我爷爷挂在嘴边 由于毛新宇拥有 毛泽东嫡孙的特殊身份 且是中共最年轻的少将 却被洗礼视若无睹 在周围的人看来 这是不祥之兆 9月6日 中共军报公布军方和武警部队 出席19大代表的名单 毛新宇等多位红二代 不在19大代表名单上 港媒爆料说 当时毛新宇在其所属单位 选举19大代表时 不仅被插额淘汰 而且得票率仅为22% 离有效的票50%以上 票差存在大距离 开票后 毛新宇就并复发骂道 又在清算我爷爷 值得关注的是 毛新宇是中共18大党代表 按中共惯例 党代表至少可认两届 此外 由于毛新宇拥有毛泽东敌孙的特殊身份 同时也是毛泽东唯一的孙辈血脉传承人 他的落选曾一度引起舆论大猜想 时事评论员刘瑞少对苹果日报分析 以往毛新宇有军投辅助 但现实军队已改朝换代 加上毛新宇为猎寿